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今天我们来做红汤羊蝎子 首先,冷水浸泡羊蝎子去血水 新鲜的羊蝎子用冷水浸泡1个小时 冷冻的浸泡3个小时 我买的是冷冻的新西兰羊蝎子 所以浸泡了3个小时 期间换了3次水 如果天气热,可以放到冰箱冷藏室中 这样可以避免羊蝎子在高温环境下 长时间浸泡而变质 下一步焯水 羊蝎子放锅里 加冷水 大火烧开 撇去浮沫 用温水洗净超过水的羊蝎子 用温水洗净超过水的羊蝎子 确保没有残留的浮沫 准备葱姜 大葱切断 四分之一个圆葱切粗丝 生姜切片 锅加热 加底油 转小火 放葱姜和调料小火煸香 加超过水洗净的羊蝎子 烹一点料酒 去腥提香 简单翻炒几下 加热水 曼谷羊蝎子 热水要一次性加足 中途再加水 会让肉吃起来味道不足 大火煮沸后 加生抽 转中小火 炖两个小时左右 不同羊肉的老嫩程度不同 因此 炖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候 可以尝一下肉的软烂程度 喜欢啃骨头 有嚼劲的 少炖一会儿 喜欢吃酥软的羊肉 炖肉时间适当加长 炖一个半小时后 加胡椒粉、白糖、压碎的红腐乳和盐调味 盐能加速肉中所含的蛋白质凝固 使肉不容易煮烂 所以炖肉的时候 盐不能加太早 大火收汁之前 尽量把葱姜捞出来 观察汤汁的水位 转大火收汁 最后 锅里要保留一些红汤 不要完全受干 撒一些小香葱点缀 喜欢吃香菜的 可以放上香菜段 炖好的羊蝎子肉酥软嫩 很好地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香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 没吃过羊蝎子的人 不足以谈北京的冬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您在评论里留言 您吃过的最好吃的羊蝎子是在哪里 如果您喜欢这段视频 欢迎您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期见